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于是都是从默默无闻的两个小孩 然后一起到三万粉丝一起去计算被围 再到最后一起到现在 因为这个你叫什么扶完手的肩并肩的人 总是比较亲近的 他们要是喜欢这个 那你把这个需要的人不是不喜欢 不摸就喜欢你的CP 你不是CP的我为你喜欢 那如果他就喜欢我的人 那我是什么他们喜欢 也不介意别人说你们俩是CP 本来就是CP 所以不介意这件事 剧中的CP 剧外的好朋友 那你那你介意别人 就是粉丝们讨论的宇宙党和周瑜党 你更倾向于哪一个 周瑜啊 对吧 你也很在意这件事情 我没有在意 我肯定在意 你有什么时候听到说别人有这样的不同两个称呼 我也不知道 就不知不觉的开始有人就说 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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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还纳闷呢 什么是渝州 那什么是渝州 什么是周瑜呢 我后来才发现 渝州呢 是鱼在前 周在后 然后呢 周瑜呢 是周在前 渝在后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可大了 区别可大 好了 这个我们不能太乌对不对 我们是高雅的节目 不要乱抢 我们的节目是格调 广大粉丝 不满渝州设定 在全国各地举办 废渝州 扛州瑜活动 此项抗议活动 已持续45天 目前 恶意鼓吹 周瑜的邪教组织 已经被查获 相关责任人 已经莫忘 少数载调人员 也落入警方担保范围 当事人黄建瑜表示 处理此类案件 要监控严 定位置 下手狠 是将周瑜党派 一网打击 一个不留 在现实里边 是周瑜 还是渝州 周瑜 肯定是渝州 周瑜 到底周瑜 现场给你打开一个好不好 来欺负我 来欺负我 看看什么事 渝州 到底周瑜啊渝州 周瑜 周瑜 其实这个 我们自己讲 其实没什么用 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看得到 对吧 大家都看得到 很多 我看到很多什么 这个大棋 不感谢 还是渝州比较 得名心 挥起你们的大棋 为什么叫周瑜邪教 我觉得邪教组织要抓的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周瑜还是渝州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场的渝州二位啊 就是特别特别的亲密 虽然表面上说朋友上面比较走信 但是私下里大家可以再猜一猜 是吗 猜不猜别乱猜啊 我猜就是周瑜 大家好 我是周瑜教的教主 台湾音乐扮演者 魏宗 周瑜 周瑜递到你了 我 你们谁的叫周瑜递到你了 就是我 虞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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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瑜